是開車行進橋上 前方高架橋卻突然有東西往下掉 駕駛健壯 嚇得不敢再繼續往前開 鏡頭放大再看一次 高架橋右上方剛架 不明願意掉落 墜地後還彈跳到對象車道 意外砸中對象一輛轎車 意外就發生在19號上午8點40分 宜蘭市梨霧橋 當時承包商正在進行 拆除拱橋側邊設施工程 不料過程中疑似是因為風太大 接近橋中央位置的鋼架 不慎被吹落 而開在對象車道的無姓駕駛 不幸遭到波及 所姓駕駛人沒有受傷